혼bu.com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巧爸 今天要來貼那個手機的保護貼給大家看 然後我的手機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機 它已經裂掉了 這邊都裂掉了 上面都裂掉 今天剛去買的這個玻璃貼 就是這個 它寫日本監製的 這個其實說貴不貴說便宜不便宜 那一片也要三四百塊 然後等一下就用 就貼給大家看 好現在就貼薄貼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就是這樣 好然後我要開始貼了喔 先把它撕起來 其實它這個可以直接撕啊 我覺得這個太爛了 所以算了 反正就要 然後可以先用這種擦拭布 稍微的清潔一下你的手機 先把殼拔起來 擦拭一下 稍微擦一下 就盡量不要有指紋這樣 好然後用一下酒精 好然後用這個 就要集 貼一下 就這樣 就貼紙 然後它 這個是要讓你 清潔那個 你螢幕的那個 灰塵 所以我們要先用這個起來 用這個 先把它撕下來 先把灰塵黏一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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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概就是這樣 我要黏 我要黏 看一下 黏完呢 就覺得 還蠻乾淨的 好 現在可以開始貼了 這個是 酒精棉片 再擦拭一下 再擦拭一下 因為 其實它 都會附給你 然後我剛剛是因為想說 用我的再擦一下 然後再做第二次的 徹底的清潔 好 這樣 我先丟旁邊 然後換第二個 這是 乾淨的 也是 紗布 就這樣 再擦一下 好 看一下 整體上已經算是很 很乾淨 可是我還是捏一下 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東西 沒有很乾淨 好像沒有我剛剛那麼乾淨 沒關係 再擦一下 因為 還是要保持 鏡面的清潔 這樣貼了 你才不會 浪費這一張 膜 因為 有時候 會覺得 如果沒有貼好的話 會很浪費 可是 如果你真的沒把握的話 還是給人家貼 那是因為 我已經 我想說 啊算了 無聊自己貼好了 然後 我才會自己貼 要不然一般 還是給專業的來 會比較 好一點 好 就這樣 然後這兩張是要貼 這個 鏡面的 然後 讓它可以 固定 讓你比較好用 我覺得它 灰塵很難處理 盡量 好 我現在開始貼 我先 把它 撕開 撕起來 這樣 它這個還有一個 看起來質感還不錯 我會先 把它貼這樣 因為等一下我 可以比較好拿它 可是也差不多 好 這樣拿起來 好 這樣拿起來 這樣拿起來 OK 好 要貼 其實貼這個 的訣竅 就是 你一次就要讓它下去了 然後 盡量不要有 那個 一般來講 我都是會 會 會看那個 動動 就是我的手機孔 好 好 就這樣把它放上去 可是我好像有點貼歪 貼歪 就要趕快把它敲 你要 其實你貼下去以後 你就 就 用推的 用推的 用推的就好了 就 不要再去把它 翻起來貼上去 放起來貼上去 你就用推的 把它推到 你想要的位置 好 推好了以後 就 就這樣 這樣 你看我 我剛 也貼歪了 可是我沒有 馬上去把它 推 然後我就先 把它推到它的定位 就旁邊壓一壓 這樣它就會到達它的定位 然後推好了以後 好 它就會自己排氣了 你看 它現在鏡頭 鏡頭看一下 它自己在排氣 有沒有 這樣它就自己排氣了 一定會 旁邊會有一點點氣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用布把它推一推 這樣 就貼好了 我再推一下 推 因為滿版的齁 滿版的其實 比較漂亮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每次在排氣的時候 都很難 就是要推很久 推超久 這樣 就這樣推 是推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OK 這樣就OK了 已經弄好了 可以了 這樣就是貼完 然後好 現在 順便來 裝盒進去 OK 就這樣 非常喜歡它這個 iPhone的 紅色 OK 這樣就可以了 很漂亮 很漂亮吧 而且 你看 貼起來 不輸外面的吧 還可以吧 好 就這樣 剛剛就是我貼了 iPhone的 iPhone殼的 教學 然後 就這樣 很簡單吧 你們也可以自己貼 試看看 喜歡DIY 就自己動手吧 好先這樣 下次見 拜拜